注意看眼前的这三个男人,他们双手一伸,迎面驶来的汽车就停住了,不是他们有超能力,而是司机怕撞到他们,张二毛大意了,他本意是想下车看看有没有撞到人,怎料几人趁其不备,一轰而上将其控制住了。 汪强负责开车,董雷石头两人将其压到了后头,在车上,汪强回头叫嚣着,你再喊,等过个两分钟,皮给你扒了,绞筋给你挑了,可等他再回过头来,傻眼了,面前突然凭空出现了一大批鹤枪实弹的警察,在盘查车辆,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石头提一掉头跑路,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,张二毛趁几人不备,拉开了车门,他放声大喊, 几人一惊,被吓得七荤八素,夺路狂奔,很快值班警察就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指挥中心,他们虽然还不敢确定这三个人是否和前些日子的枪范围同一活,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此时非同小可,当天夜里,又一场大规模的搜捕在古城西安展开了,他们挨家挨户进行查找,凡是不能说明活动范围和活动时间的,一律带回所里调查, 这次大规模的搜捕,抓获一大批复案在逃的犯罪人员,捣毁多两个,多十一个,黄色录像放映点四处,解救被拐卖妇女六人,但是没有发现要找的三名案犯, 次日清晨,医院里,并床旁,警方询问被害人张二毛事发经过,该说不说能做老板的人都不简单,他说这几名案犯应该是要带他去玉祥门,警方问他何出所言, 他分析道,我是在南小巷被挟持的,在车上他们说两分钟后就要开始收拾我,出了南小巷,往东就到了西门,绕过西门盘道,往北就遇上了你们在盘查,倘若没有遇到你们的盘查,再过两分钟就应该是玉祥门了, 果不其然,根据这一条线索,警方当即便赶往玉祥门进行地毯式搜查,最后查明在光明大院六排七号楼上曾经有三名外地青年人居住, 经搜查,在出租屋内发现了一只还未加工完成的自制手枪外加火药两盒,但是事发后这三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, 上午十点,一名妇女来西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报案,据她所说,她的丈夫是开出租车的, 一个小时前,在北二环被三名小伙子武力挟持了,现在正在前往甘肃平梁, 介于有可能和枪案定案,公交分局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市局指挥中心, 市局指挥中心当即下达围堵指令,沿途五个县市的公安人员沿着一带, 终于在前线收费站拦截到了该车,不过这是一次乌龙, 之后,刘刚祖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到了西安,审讯室里,警方询问女人的丈夫, 你来说说你被劫持的情况,男人一脸猛逼,劫持没有啊, 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说,这个妇女是董雷一伙的恩人, 她的这一套操作,让警方分散了注意力,也让董雷一伙顺利的逃脱了, 下一集,这窝从口袋里有枪, 窝从口袋有个小, 遇到色变了, 想 antibiot给刞吻住撼傭时医院。